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开悟的人通常会有这三大特征 什么是开悟? 开悟就是指看事情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不会被表象所迷惑 也懂得凡事不能强求 能以平常心对待任何人和事 那么,一个人开悟前后有很明显的变化吗? 如何看出来呢? 一般来说,开悟的人身上通常会伴有三大特征 人们可以从这些行为特征中去发现 具体是哪三大特征呢? 大家不妨往下继续了解 第一特征就是 开悟前得到重于不失 开悟后不失重于得到 没开悟之前 人们总是习惯以现象看现象 以局部看局部 总觉得 得到就是赚到 失去就是吃亏 所以现实中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天下间所有的利好 从而忽略了 从而忽略了舍去之于得到的重要性 过去常听佛家讲 人的福报深厚与否 源于人内心慈悲的萌芽 成长于人不失的行为 只有当自己能够懂得取舍的大道理 那么便能在德与诗之间实现相互转换了 舍不仅仅只是让我们舍弃利好 舍弃权益 它最大的用意 其实是让我们去舍弃 自私自利 自我的意识 一个人做人做事 如果太过自私 是很容易陷入贪 撑 吃的困境中去的 这类人常常会为了一些迎头小利 就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同别人发生争执 舍不下利益 舍不下颜面 最后换来的 也就是数不胜数的烦恼和恶缘了 其实 不失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失不一定是让我们去施舍财富 而是让我们去不失慈悲心 去做一切有利于大众的事情 你的一次忍让也是不失 是给他人不失以宽容 你的一个微笑也是不失 是给他人不失以鼓励 因此 我们若能将乐善好施 视作一种习惯 一种本能 那么 得大福报的人 不光是受施的对方 也会有不失的你 因为当你能主动发善心 去利益他人时 那么你也就是一个懂得聪慧的人了 二 注重集体 开悟前 个人大于集体 开悟后 集体大于个人 这一点同样强调的是 人对于利益的态度 生活中不乏这么一类人 他们的自我观念特别深重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会先把自己的个人利益 摆在第一位 然后再去考虑 群体利益 社会利益 甚至有时 不惜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 来保障个人利益的周全 这种行为观念 就也是一个人典型的 自私自利的表现 而开悟以后的人 在价值观念上 就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他们会明白 一切都是一个整体 个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 比如就企业单位来讲 公司是整体 员工是组成部分 若是公司利益受损 员工的利益 也会相应地受到损害 或者就日常生活来说 家族是整体 家庭成员是组成部分 若是家族利益受到了侵犯 家庭成员的利益 自然也会得不到保障 所以说 成大事的人 更能清楚地懂得 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只有自己在日常工作中 抛开个人 去看问题的全面 然后通过利益整体的方式 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才能促进整体 和个人的共同进步 那么 有了这种整体意识 刻出了自私自利的烈性 也就说明 整个人离开悟的境界 更进一步了 过去我曾经遇到过 这么一位奇葩的新闻工作者 他每天扶在书桌上 勤奋写作 笔更布置 可每次读他所写的一些杂谈 随笔 其内容近乎都是在写一场 弘扬爱国爱民之心的文章 与当下新闻的潮流趋势 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后来我也曾问过他 为什么你不写一些热点话题 写一些关于明星八卦 来博流量呢 这样的文章 当下不是更被大众欢迎吗 他摇了摇头说道 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已经很满足了 只是相较于饱满的物质生活 我的精神世界反而显得空虚了 所以有时间有精力 我更想咀嚼过去的人生 酸甜苦辣都是收获 记载一些对人生更深沉的感悟 这也算是一种精神追求吧 人是要有精神追求的 可是现实生活中 又有多少人明白了这点 生活中 有多少人明明拿着 因时的收入工资 却仍然心存不满 总想着要得到更多 要积攒更多的财富名誉 结果到头来 弄得自己心里焦脆不说 精神世界的空虚感 仍旧无法得到填补 紧接着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的 追名逐利中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单纯追求物质 而忽视精神追求的人 只能说是生存 而谈不上真正的生活 一个真正开悟的人 相较于物质条件的充盈 他们更侧重 精神世界的饱满 他们知道 无论是有形的财富 是房 车 钱 还是无形的财富 如名誉 地位 这些都是暂时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们只有他们的使用权 没有拥有权 所以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 全都耗费在这些 不确定的东西上 倒不如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的目标越高 人的才能就发挥得越充分 对社会的贡献价值就越大 有这种认知和改变 就说明 自己对人生已经有了一个 更深层次的理解 也更加明白 什么对自己而言是最重要的 参考以上三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自己离开悟还有多远的距离 只要自己能够接受一切 积极正确的真相 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进步 也说明我们更加明白 生活的意义所在 四 人生最重要的能力是开悟 如果一个人开悟了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如果一个人执迷不悟 即便把所有的好机会 好资源给他 他也接不住 无论是孔梦 佛祖 老庄 还是瑜伽 上帝 他们存在的终极目的 只有一个 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 开悟的关键在于 破除我值 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短见和偏见里 只有在临终的那一刻才能觉醒 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 然而 此时人生已经即将结束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世间那些真正的高手 都把人生每一件事 每一个当下 当成一种修行 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来度我们的 或痛苦 或开心 或好人 或坏人 都是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 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隔绝 绝尘而去 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洒脱 因为你将拥有一种看穿事物的能力 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 一眼看穿人心 直达事物本质 于是 你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 这 就是开悟了 开悟之前 是我在活着 开悟之后 是我看着我在活着 它可以让我们从高危 俯瞰自己 俯瞰众生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这就像 你在玩游戏 之前你总以为你是主角 一直在努力打怪 后来有一天 你忽然变成了玩游戏的那个人 于是一瞬间 你就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问题 能站在高危 审视自己 让自己看着自己的各种行动 随时纠正自己 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 因为高危的你诞生了 所谓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神灵 就是那个高危的你 从此 我们就能从高危俯瞰自己 人生开始游刃有余 这就找到了自己的魂 可自照 亦可照人 人生一旦开悟 或者得到 就看到了真相 就认清了 人生本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稍后